駐美代表余大雷遭到指控 亂花公塔 外交部長林佳龍強調 上半年駐美大使館 跟官邸合銷三十五萬美元 扣除了備用發電機 還有硬體的設施 大約是兩百五十萬臺幣 並非外傳的八百萬 而至於坐車換購凱迪拉克一事 林佳龍他也澄清 當時申請的是公務車 最後並沒有合可 而外交委員會也通過了決議 要求余大雷書面說明爭議 兩週內回覆 林佳龍 他也強調 暫時不會對余大雷停止調查 駐美代表余大雷遭指控 亂花公塔爭議持續延燒 外交部長林佳龍 親自說明數字 強調近八百萬是錯誤的 上半年駐美代表處 跟官邸合銷三十五萬美元左右 扣掉備用發電機 硬體設施的二十八萬美元 其他合銷項目有七萬美元 包括代表處和官邸 沙發並不是九十多萬 應該是六十多萬 上半年整個我們代表處 跟官邸所有的採購 大概就是兩百五十萬元的台幣 至於傳出余大雷 要換坐車凱迪拉克 林佳龍澄清 當時申請的是公務車 並非個人坐車 而且最後也沒有合可 不過再也立委質疑 為什麼索取余大雷 用公費買東西的清單 外交部回函 淨寫上密件還標明二零二五年十二月三十一號解密 我們大使的宿舍裡面 買了什麼沙發 買了什麼音響 買了什麼咖啡機 請問這到底是哪門子外交機密 立法院外交及國防委員會決議 要求余大雷用書面方式向外交部說明公費之用 諸外人員是否有遭不當對待等爭議 外交部在兩週內要將報告送到外交國防委員會 林佳龍強調有跟余大雷聯繫 已經有初步釐清 暫時不會停職調查 而外交是由總統負責 外管事情都有跟府院做報告 記者歐榮謝奇文台北報導